女性何嘉文日前在节目中透露 之前自己曾和老公说过 在加拿大生活感觉很棒 没想过了一段时间 老公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就擅自决定移民去加拿大 何嘉文得知消息的时候 甚至已经到了准备签名那一步了 当时他非常傻眼 而老公天真浪漫的表情 让他感到很生气 虽然老公做事情向来都是先斩后做 但移民毕竟是很重要的事 于是向老公表达了愤怒的情绪 不料老公只是表示 何嘉文担心的都可以慢慢解决 让他直接抱气冲出房门 之前如果这次没有离婚 他就是脑肿 何嘉文补充说到 事后没有真的离婚 是因为自己不忍心 加上当时老公家里发生一些事 所以也不适合办理手续 最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的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